这一次 资博市委书记马肖磊给南宁市长侯刚 好好上了一课 继山东资博之后 广西南宁算是彻底火了 和资博靠着烧烤火不同 南宁硬生生凭着收高额停车废火的 以至于现在网上南宁的名字都被改成了 惠博市 南宁这次出名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 南宁市几乎所有的道路停车位全都是惠博名下 这就意味着惠博只要划上一条线 就能坐地发财 这生意和抢钱没有区别 第二 惠博的收费非常离谱 离谱到停车费比不少一线城市还高 比如你停商一天 基本上都是一百块起步 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等于一天白干了 挣的钱全交停车费去了 第三 惠博的车位甚至连飞机动车道都占了 只要是马路 他们想怎么滑 车位就怎么滑 第四 哪怕是公园 体育场这些公益性质的停车位 他们也要收费 就算你不开车 骑电动车 自行车 不好意思 惠博照样要收费 更夸张的是 就连宝宝车 板车和轮椅等 他们还是要收费 偌大的南宁愣是被变成一个巨大的露天停车场 第五 惠博还和当地法院合作 大概意思就是 你要是敢拖欠停车费 他们就敢把你定性成老赖 还会对你强制执行 在惠博和当地某些部门的操作下 南宁市民怨声载道 这真不怪当地市民 某些部门嘴上说着人民至上 为人民服务 但这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行为 人民真是承担不起 5月21日 广西政法委书记带领工作组开始全面调查 同一天 当地通报包括清秀区法院副院长等五人在内的公职人员被停止检查 22日 当地派出审计组进驻惠博公司 惠博公司被官方正式接管 当晚 惠博公司停止运营 网传惠博工作人员已经连夜开始在路面清理之前划的停车线 5月23日 南宁市长公开鞠躬道歉 副市长承认停车收费偏高等问题 至此 南宁惠博停车事件还在继续发酵 当地某些部门在全国人民面前掩面尽失 与此同时 热度刚刚降下去的资博再次火上热搜 人们将资博拿出来和南宁对比 一时间高下立判 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又给南宁来了当头一巴 当人们都在质疑 资博市委书记马小磊为了搞活经济 连政绩都不要的时候 他借助网络的趋势 贴近民心 倡导亲民管理的实践 向全网呼吁 欢迎大家来资博旅游 当我们真正走进资博时 我们会发现 和其他城市大张旗鼓搞创成 整个城市毫无人情味时 资博却满成烟火器 如果你在资博围停 交警不会给你罚款 只是提醒你换个地方 在这里 外地人来了还会提供免费接送 但是在其他城市 尤其是南宁 你会发现停车停不起 骑车也骑不起 还有吃饭住宿的问题 资博明确规定不许商家肆意涨价 为此更是不惜放出狠话 谁砸我招牌 我砸谁饭碗一个又一个亲民的政策 资博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自己是真的欢迎大家 不过 网友也没辜负资博的付出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 当地的财政就扭亏为盈 什么叫人民至上 这才是人民至上 再看看南宁 不仅不是人民至上 反而还是别则而鱼 恨不得把所有人的财产都转移都某些人身上 否则 他们都不甘心 会寝食南安 想着法子去搞 在南宁市长道歉之前 人民群众的怨言当地不可能不知道 或者只是就算知道也故意假装不知道 近半个月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吐槽 我不相信南宁所有部门的人都不上网 我不相信他们家都没联网 人们常说 正义也许会迟到 那绝不会缺席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句话 这句话听着会让人觉得反感 迟到的正义还算正义吗 套用在今天的南宁身上 迟到的道歉还算道歉吗 人民群众有意见那么久 一直以来丝毫不重视 等舆论发酵起来了 眼看着所有人都关注到了 才站出来调查道歉 南宁真的该反思一下了 自己作为一个偌大的首辅 到头来却败给了资博 这算光荣还是羞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这个频道请订阅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